2004年4月4日,入侵伊拉克的美军第一骑兵师在巴格达萨德尔城遭遇了伏击伤亡 新有余机的美军从此以后将这一天定为一年一度的黑色星期日 那为什么不可一世的美军会遭到如此重创呢? 2004年3月31日,美第一骑兵师从德格萨斯州胡德堡出发 前往巴格达最穷贵的地区萨德尔城执行任务 那片地区已经一年多未发生过动荡事件 被美军戏称为伊拉克最安全的地方 但出入这里的美军从头到尾的武装到了牙齿 他们根本不敢轻视这里的当地人 在翻译的带领下,美军小心翼翼的执行着所谓的违和任务 但其实只是一些监管焚烧垃圾抽取化分池的工作 为了缓和紧张的气氛,他们会故意接近当地的孩子 以派发糖果拉拢他们,好证据窃取一些有用的情报 看似睡风睡水非常和睦的工作,突然发生了意外 正在抽取化分池的工人,突然力要挑子不干了 驾驶者卡池扬长而去 尽管队长萧文极力阻拦,但他们根本没有停车的打算 当追上去以后,在翻译的课中才得知 原来刚刚有人通知他们,如果再给美军办事 他们的生命将会在下一个出局点终结 无奈之下,美军只好作罢 将这个情况上报给了总部 并且准备打道回府 但在回去的途中,他们又发现了一些形迹可疑的人 这些人手持AK-47贴着墙壁行走 其动作和神态向极了游击队 萧文见状立刻下令搜查死出 找出当地居民负责人以非法携带枪支的理由 让他们上交这批武器 但负责人却说,这些武器是经过注册的 是用来保护清零寺和当地居民 隶属于库尔德民主党等等 听到这里以后,萧文赶紧请示总部 毕竟当面硬打的话,只能造成两败俱伤的局面 但当总部得知这个消息以后 却以不想发起争端的借口 让萧文停止了此行为 殊不知这一举动,却给美军埋下了巨大的隐患 就在他们返回基地的时候 路边鬼鬼祟祟的人越来越多 还没等摸清什么状况 他们的车队就遭到了心 2004年4月4日 数十面伊拉克游击队员 从两旁的楼房里突然冒了出来 他们高举武器 对着科曼尼小队就是疯狂扫射 眼看局势岌岌可危 队长萧文立刻下令 让所有队员回到车里 并在第一时间正总部没有支援 但没想到的是 总部只是简单的巡换了一下进攻状况 并没有打算派听增员的意思 被逼无奈之下 科曼尼小队只好边打边撤 将尽快突出重围 但意外发生了 萧恩只顾着逃跑 完全忘记了队友 等他们触摸游击队的障碍物 来到安全地带以后 才发现后边的车队 一辆也没盯上来 当萧恩重新返回战场的时候 才发现后边的两辆车 被火箭弹袭击 完全丧失了移动能力 并且他们的定位系统完全被打坏 四处还一直弥漫着刺鼻的气味 和阻挡视线的烟雾 战场内的美军 完全被包围了起来 随着受伤队员越来越多 萧恩只好下令放弃战车 徒步逃离这里 等找到安全区域以后 乖乖等待救援 看到这里以后 是不是发现 美军第一骑兵士的作战方式 有些许问题 他们预袭的时候 第一时间没有发起有效的反击 也没有利用武器优势 迅速终结这些游戏队 哪怕是攻占街道 两旁的军面楼和游戏队展开巷战 也不至于这么狼狈吧 没想到的是 美军第一反应居然是跑 等意识过来的时候 才发现已经被游击队占领了优势 一只花重金打斗的美军骑兵士 随后落得了一个 强行占领民宅 躲避战斗的下场 萧恩用武力 强行进入军民楼以后 快速侦查了一位方间 确定没有可疑分子 他再次联系了总部 但由于定位系统损坏 总部也无法确定他们的方位 只能根据离开清零寺的时间和行驶距离 大概推算出了一片可能的地带 在这段时间里 萧恩也没有闲着 他让几名队员占领制高点 坚持着周围的一切 并且在周围设置暗哨 尽可能的提防游击队的进攻 等他们处在相对安全的环境以后 这些美军没有及时开会研究脱离对策 反而内部又出现了分歧 他们认为一旁若无其事的翻译 肯定出卖了他们的行踪 才导致这场有预谋有策划的袭击发生 然后将所有矛头指向了他 准备枪杀了翻译泄愤 就在这时萧恩突然站了出来 他力排众议说 发起袭击时 翻译就在自己身边 他也是被袭击的对象之一 如果他是叛徒 早在第一时间跑了 可就算队长亲自解释 这些美国大兵依然不相信 这个土生土长的伊拉克人 无奈之下 萧恩只好让他回屋 和那些当地人待在一起 千万不要靠近那些火气大的士兵 因为他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乱子 为了搞好内部关系 萧恩亲自来到天台和他们沟通 但正当士兵没互相埋怨的时候 一个可疑的人物 进入了他们的视线之内 一个美国士兵 从瞄准镜里发现了一个伊拉克小女孩 只见对方微笑着伸出手 和他们友好的打着招呼 看到这一幕后 美国大兵立刻放下了警惕之心 以同样的方式回敬这个小女孩 但殊不知 下一秒游击队就冲了过来 受到袭击的美军小队 立刻趴在天台躲避着子弹 的举击枪瞄准了那里 在游击队员再次出现的时候 果断一枪爆头 通过这次袭击 可曼吉小队很快就意识到了一个问题 游击队既然知道他们的方位 为什么不直截了当的发起攻击 只是试探性的骚扰了一下 说明只有一个可能 那就是伊拉克游击队 正在使用经典的维典打员战术 利用他们吸引更多的美军前来送死 果不其然 伊拉克游击队在光天化日之下 就民枪庆祝 并且炸毁了一旁的汉马车 大声宣示着他们的主权 受亏的美军在他们眼里 此时和待宰的高阳没什么区别 另一边 总部得到救援信号以后 居然第一时间派出的是十字快速部队 这支部队是快要撤回美国的 此时的他们把大部分作战武器 基本上都上缴了 派出他们根本就是送死 毫无作战能力可言 为了确保救援任务顺利完成 他们还在十字装甲部队离开后十几分钟 派出了两支游击兵 狂妄的美军认为 这三支部队足够救回科曼奇小队了 但当他们经过科曼奇受袭的地方时 道路尽头突然出现了一辆大巴车阻挡了去路 现在他们面临的问题是 要不绕它过去 要不强行突破 但如果强行突破 又怕遇到埋伏 最后请示了总部以后 十字军选择了绕路 但殊不知这是游击队故意射的机 当他们离开以后 游击队立刻调换了大巴车的方位 然后烧毁了此车 他们的目的也非常明确 就是要隔开十字军和游击兵 分开消灭这两支美军 几分钟后 赶到游击兵 发现了被烧毁的大巴以后 选择了另外一条路 但殊不知 这居然是条充满陷阱的不归路 当经过一处居民楼时 立刻就被冲出来的游击队包围了 他们站在居民楼两侧 对着美军就着疯狂射击 以上是美军漫长归途 一到三集的内容 预知后事如何 请一键三连 等待下期解说 我是初遥 我们下期再见